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留学生小姐姐位于北约克的家 这座房子位于1Avondale Avenue 地处央按Shaper在这处附近 是非常有特色的富士公寓loft 而且是Soft Loft 华人俗称的小富士 说到Soft Loft呢 与工业风浓厚的Head Loft比起来 Soft Loft多了些温馨 是更加现代化的建筑 对于不想牵拼一律的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座房子位于华人最喜欢的多伦多社区之一 Villadel East 于2006年建成 这座楼的名字叫做Residence of Avondale 一共有12层 200个单元 每户单元的大小从344尺到1199尺 大楼里面有近身房和party room 这座楼最大的特点是所有的户型都是loft 这座屋子里面分了上下两层 卧室在楼上 客厅在楼下 住在这里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 楼下就是样街 临近阳Shaper地铁站 也是地铁1号线和4号线的交汇处 这座房子的楼下就有星巴克 跨餐店 理发店 洋衣诊所 干洗店 药店 还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超市 水果 蔬菜 日用品 下楼就可以买到 是不是很方便呀 楼下就是一个小公园 下楼几步就是Avondale Park 住在这里让人感觉心情都变好了呢 这座房子建于2006年 房屋面积800多平方英尺 到目前2019年5月 它的价格大约是每平方英尺700加币 整套房子60万加币左右 管理费大约每个月700多加币 房屋内是一个富士结构 超高楼顶 落地窗扣天 开放式厨房 一家一卧室 小姐姐来带我们参观她的家吧 就是一进门呢 是一个powder room 就是一个不带淋浴式的一个洗手间 这个呢就是我家猫的厕所啦 然后呢就是一个鞋柜和衣柜 可以放一些杂物 然后就是一个 一个厨房 如果两个人吃饭的话 就坐在这里就可以了 平时在客厅就是 看电视啊 或者看外面的风景啊 但是因为它比就变太远了 看电视了 都要带眼镜 但是后是我去年装好的 正好填补的 这边空间 这屋子就是 头死 人类打雾是 来吧来吧 上火开燙 他爸来看看我的卧室 现在觉得软软的 就agment了 了 这 lado 不行了 出现实感菜 这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位 这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包包 请你帮好在附近再披上一百个 这是二楼的洗手间 二楼的洗手间就是洗衣机 一红干机 洗手在右边 这里还有一个衣柜 就是如果想把这个房间当不卧室的话 住在这栋楼感觉还是挺好的 因为这栋楼因为是loft嘛 一共可能大概十层 但是住户并不是很多 很少然后也很安静 物业也算比较负责任那种 就这个房子的location非常好 下楼呢就是401高速 不管你去downtown还是去北边都非常方便 然后楼下呢就有星巴克和超市 超市是24小时的 然后你再往央品质的方向走的话 就有健身房啊 餐厅啊 商场啊 电影院啊 不好的话就是 其实富士有一个很不好的缺点 它楼上和楼下的温差非常大 你在楼下的时候觉得气温刚刚好 然后楼上就想挣桑马 还有就是关税没有任何隐私可以 就是自己住的话就还OK 如果你想带个朋友一起住的话 就是他在看电视的话 你在楼上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因为是没有墙的 好了 这所谓羽阳Shaper的富士公寓 就算参观完了 听完小姐姐介绍 你是不是心动了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种房子里面 有没有正在卖的房子呢 用房大师搜索一下 点开房大师的app 搜索地点 果然有一栋 用卖价格是59.8万 这一栋跟我们今天拍的小姐姐的房子户型 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所正在租的房子 价格是每月2500 如果你想购买 或了解视频里介绍的这个单元 点开房大师app 直接搜索地址 往Avendale Avenue 看市区 看学校 你想要的都在里面 如果你想了解 加拿大多伦多更多的房子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哟 如果你卖房 想要更多曝光 请联系我们 电话647-761-0560 加拿大最大华人买房租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等待市场 请联系 联系